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睇五间总结 我是Fiki宏盈文 现在先和大家看看内地和本港股市中收市的情况 内地股市中收市个别发展 上证组合指数跌20.3533点 深证成分指数跌1.14938点 沪深300跌35.5105点 创业版指数升40.3450点 恒指方面 中五十二万7401点 跌559点 国企指数跌241点 报9908点 大市成交率有104亿 今个环节有Samuel做嘉宾 HelloSamuel 你好 Hello Fiki 见到今天港股表现越跌越多 跌500几点 跌势都蛮全面 包括科技股、金融股 甚至是当炒的航运股 今天表现比较弱势 市现在落到27,400这个位置的时候 会不会说进一步都要再看下 暂时比起昨天的势头来说更加差 昨天下午回到来的时候 看到有些少的买盘 令到跌幅未至于捉住日落去收 但其实你说这段时间 都仍然是处于你说 一个一浪低于一浪的格局 昨天最低都是叫做 已经叫见了 5月14日那个低位 就是你说27,715点 昨天最低都是叫做跌了那个位 虽然你说五市回到来 有些少的支持回到来 但是你说见到昨晚美股方面的 你说一些中概股 或者一些汽车股 都叫做跌下来 那导致到其实 现阶段你看到 今日沽的蓝筹上面 都仍然是那些比较弱势 一些少少 以及受着一些政策风险影响的股份 包括你说科技股 以及你说一些药股 尤其是你说可能那些 CRO的股份 譬如好像你说阳明生物 或者你说其他 康隆那些的话 其实今日都叫做 已经有一个明显的回吐出来 所以就比较似 你说过去一日升少少 但是你说跌 都仍然是叫做有个明显的回吐出来 整体大市仍然都叫做有个 比较明显的下行压力在 近期你说本身都已经叫做有机会下市 整个三月中 就是说三月二十五号 曾经都做了一个低位 大概是二七五零五左右的水平 但是你说今日这一段的时间 都已经是叫做继续跌穿的话 其实整体的势头 都仍然是叫做比较差的 那你没有办法 唯有如果你说真的准确一点 要再去下望下一个支持位的话 就唯有试下去计一计 他们那个量度跌幅 包括是你说整个三月份 三至到六月份 做了几次的高位 就是说你说横行的长方形顶部 29500点左右 就当它是你说下面的一个支持位 28300点 这一样东西大致上都叫做有1200点的波幅 在这里 假设他们今次真的叫做已经正式跌穿了 28300点这个低步的支持的话 计算整个横行区间的量度跌幅 1200点 扣回向下望的话 其实刚刚好就会是一条250天线 就是说你说蓝色这条线的水平 那变了刚好就是说你说 如果计算整个两个跌幅 向下望的话 其实都很大机会会碰到250天线 所以你说现在才叫做去捞货 都算是叫做比较早一点 可以叫做再等一下 未来的情况会是叫做如何 即使你看到今天内地的新闻 出到来是叫做说 需要叫做因应 你说可能内地的一些叫做财政政策 国务院的常务会议里面决定了 基于你说大宗商品 近期都叫做比较标升得多些 令到企业生产的一些经营的日理 或者高的成本 开始叫做受到影响 所以就慢慢会提到 息时降进这个问题 但是反而 今天就叫做拖累了 你说一些内银股的走势 主要大家都叫做担心 他们你说可能在说 整个的正息差方面 有机会因应整个利息的标准 开始叫做降低了 影响他们的盈利水平 所以那些科技股 或者一些医药股 一来已经受着整个政策的影响 同时间你说金融的体系 或者金融股方面 都因应整个降准的消息 导致他们的正息差的利润方面 可能会比较差一点 变成一窩蜂地 都会比较沽得狠一点 所以近期 你说政策的风险 在各个的板块里 都算是多少 暂时就不是真的太建议 在这些位置立即叫做撩底了 好啊 今天的科技股 继续受压 但因为市场呢 继续都是忧虑国家 审查中资境外上市 和科码平台股的监管压力 其实见到700 腾讯都创了一年半的新低 快手也都创上市的新低 美团表现比较好 但今天也创近两个月的新低 科技股这样表现的情况之下 其实在这些市况 有货是否应该要投降呢 近期都仍然是需要 可能真的对于他们整个走势方面 会叫做真的叫做几差下 就包括我说ATM里面 其实你说三值股份的表现 都仍然是处于一个很明显的弱势 虽然你说阿里9988 就没有说真的叫做跌穿一些新的低位 但其实过去这一轮的时间 你说过去这两个月 都已经是挨着你说上市的低位来做的 其实你说碰着200元边这些这样的水平 基本上都已经是很敏的 随时你说如果真的叫做试了一个新的低位之后 都仍然叫做有机会 继续去下试之后那些新低的水平 所以暂时200元这个位置 看看叫做能否守得稳 相对来说 基于他们之前因应 你说可能内地一些 你说可能蚂蚁上市那些消息 已经叫做令到他们的股值 缩了很多 所以他们在近期的跌幅上 看上去就不是好似很多 但其实只不过是他们的股价 一直都是靠着低位水平来做 所以如果你说200元边 这个位置穿了的话 其实你说向上度 220元 220元这个上落格局 真的叫做跌穿了的话 你说再下多20元 那下一个目标 就唯有是180元 同时间你说尾团方面 都叫做开始明显地转差 基于你说过去这两天 就是说你说250天线 正式真是叫做比较明显地跌穿了 今天就叫做第二天 收在250天线下的 如果你说明天不能够很明显地反弹上去的话 就当它叫做正式跌穿了 整个形态上面 就会叫做比较像腾讯一路而来 就是说上个星期开始 整个走势 腾讯上个星期 真的叫做正式跌穿了一条250天线 就是说说蓝色线之后 都是一路沿着保利加通道的下族 一路叫做向下延伸 再加上 你说见到 为什么过去这一轮的时间 港股的科技股和美股的纳指一路在破顶的形态 在背道而驰 始终大家对于他们的 未来半年度的业绩的预期 的确是有些少的落差 所以你会见到 为什么他们可能一些比较大一点的 Microsoft或者Google 都是叫做继续創一些高位 但是你说港股的科技股 都仍然是叫做走得比较弱一点 甚至乎近期开始叫做年内的新低的话 大家开始叫做担心 他们今次那份的业绩 可能都会叫做有些少的 负面的影响出来 甚至乎有一些爆雷的情况 所以变了你说这一轮的情况 可以叫做看一看 比较首先担心的就是尾团 如果你说明天 不可以叫做很明显地 弹回上去的250天线的话 形态上面有机会跟回腾讯币 而且都叫做难度比较大一点 你说今天都叫做跌5.5% 明天都要弹回同样的差不多的水平 才叫做可以上回287元288元 这些位置的话 相对来说难度都叫做大 所以这一堆股贩如果有持住的话 都应该叫做尽量止蚀 直到你说见到北水真的叫做 开始买回这一堆的普团股之后 才叫跟风去买入 今天来说你说正流出 都已经叫做半日有三十几亿 昨天虽然也叫做有十几亿左右 其实比过去这几天 保持着正流出的额度 都仍然相对比较少一点 今天来说 都叫做有关几十亿的正流出的话 牵扯回大家 就不是真的叫做这么有意欲去捞底住 所以就 如果你说都仍然是 持住这些弱势股的话 都应该尽早 要设定严谨一点的支持位置 好啊 谢谢Sammy 有这么长续的分析 亦和你申报一下 有没有持有以上提及的报告分 没有持有的 好,谢谢 今集的节目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到其他直播节目 再见